哈喽,大家好,我是修修,欢迎来收看这场小孩对韩鼻的比赛 韩鼻为何得名?因为咱们中国有一个中鼻,中国鼻祖 韩国的鼻祖自然是叫这个韩鼻了 韩鼻用的是他的这个阻力来挑战小孩的三问 小孩其实打这些韩国玩家,三问确实够了,而且是够够的 这个韩鼻话说,他的阵容和这个两千差不多 韩鼻祖要是玩两千的为主了 太近了,想涡轮发射,直接被带走 韩鼻无论是在这个酒吧还是两千,都喜欢玩这个猪猴 来看看这波是败人 韩鼻也是暴了气了,暴了气来搞 进不了身,他这个牵制打的还是不错 一招一次之间都非常的到位 不给黏住的机会,继续 大猪看看能否防防得住 等球 我天,就是要跟你赚啊 好,来看看小孩的特瑞啊 小孩他这种进攻型的,酒吧进攻型的玩法 特别喜欢用这个特瑞 AB一下啊 CD又被钢 不妙啊 反射权 好,一个跳低,打敦防 小孩又在等生龙了哈 这个韩鼻子很知道哈 不敢跳 哇,又被打了一下 小孩血量越来越少 好,再用后跳低啊 打分防 啊,登比,登比,点你 反击很快,鸭角落漂亮,打乱动啊 跳起来了 这个大观蓝 啊,登比也过来啊 进过来 绿色的猴子啊,动不了了 哇,这波鸭制啊 参称完美啊 那这个鸭制也不是说一味的鸭哈 他也是放一些空间给你活动活动啊 但是他放空间给你的话就是 又敌入梦了哈 现在能量很多啊 反光这边大门啥能量也没有啊 继续牵制啊 小孩也不急啊 也不会大跳 小跳过去 小跳,跳踢 好,撞到 啊,确认 再发波 卡得非常的细腻哈 在大观蓝 这下只有一个气啊 刚吸低又没有了 小孩现在这边能量太多了 完了 跳跌 看来反三不远了啊 一个香杀之后呢 果然反三哈 很强悍啊 好的,视频好看 记得点赞 关注修修 可以走丢